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圣经故事频道。 思蕊站在教会的大门口,轻轻推开那扇木门。 门轴发出轻微的枝哑声,仿佛在为她的到来而发声。 她走进了教堂,里面的光线有些昏暗,四周静谧的仿佛连呼吸声都能听见。 她深吸一口气,心里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她。 思蕊是刚加入教会的年轻女孩。 她从小没有宗教信仰,但她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顺利。 她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无法填补的空虚感。 朋友们曾告诉她,信仰可以带来内心的平安,而她希望能够找到那种平静的力量。 教会似乎是一个开始的好地方。 那天晚上,她在教堂里找了个角落坐下,周围的人低头祷告,而她只是在观察。 这是一种她不太熟悉的行为。 祷告,对她来说是陌生的词汇,既神秘又遥远。 她曾听说过它,但从未栖身经历。 她疑惑,祷告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? 这些人在和谁说话? 他们的祷告真的会得到回应吗? 正当她陷入沉思时,教会的牧师迈克尔走了过来。 她看起来和蔼可亲,微笑着坐到她旁边,轻声问道, 斯蕊,今天感觉怎么样? 斯蕊有些腼腆的回应还好吧,不过我有点不明白, 祷告是什么? 它真的有用吗? 牧师点点头,眼神中充满理解。 她知道这是许多新信徒都会有的疑问。 于是她说道,祷告就像你与神的对话。 就像你跟朋友聊天一样,你可以在任何时候,任何地点和神说话。 祷告并不复杂,它是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方式, 是我们将心中的一切交托给神的一种表达。 斯蕊听着,点了点头,心中隐隐明白了些什么, 但还是有些不解,那我该怎么开始呢?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牧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,不需要太多准备。 祷告不在乎你说了多少话,而在于你是否真心。 耶稣曾教导门徒说,你们祷告的时候,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我们祷告时,不是为了取悦别人, 而是为了与神真实的对话。 你可以简单地告诉神你的心事,你的困惑, 或者你对他想表达的感激之情。 斯蕊仍然有些犹豫。 他问,那如果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,神会听见我吗? 牧师温柔地笑了笑,当然,斯蕊,神会听见的。 即便你不知道如何开始,神也知道你心中的一切。 有时候,我们只需要安静地把心放在神面前,倾听他的声音。 记住,祷告不仅仅是我们说话,也是聆听神。 那一晚,斯蕊回到家,心里满是思索。 他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,尝试第一次向神祷告。 他轻轻地说,神啊,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,但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声音。 我的心里有很多疑问,我希望你能给我指引。 这是斯蕊的第一次真正祷告。 没有繁复的言辞,也没有华丽的句子。 他只是将心中的不安和迷茫向神敞开,祈求他的帮助。 几天后,斯蕊在教会的聚会上,再次遇到了牧师。 他走上前,满怀疑问了说,牧师,为什么我祷告后没有感到什么不同? 我以为祷告会让我立刻得到答案,但我还是感到迷茫。 牧师笑着回答斯蕊,祷告并不是为了立刻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, 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力量。 有时候,神的回应并不是立刻显现的,而是通过时间和精力逐渐呈现。 当我们祷告时,更多的是要学会等待,学会交托。 正如圣经腓利比书四章六节至七节所说, 应当一无挂虑,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,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 斯蕊仔细思索着这些话。 他意识到,祷告不是一种魔法,不是瞬间解决问题的手段, 而是让他学会信任神,依靠神,并在等待中找到内心的平安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斯蕊开始习惯每天花时间祷告。 其初,他的祷告很简单,主要是向神表达自己的担忧和问题。 他会在早晨醒来时,简单地说,神啊,求你带领我今天的一切。 在夜晚入睡前,他也会静静地祷告,感谢你,天父,感谢你今天给我的所有恩典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斯蕊的祷告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。 他不在只是为了自己祷告,也开始为他的家人,朋友,以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祷告。 他学会了为他人的需求带导,学会了在祷告中感受到神的爱与平安。 有一次,他的朋友小雅突然打电话给他,声音中满是焦虑。 小雅的父亲突发重病,情况非常危急。 斯蕊听后,心里也为朋友感到难过,但他知道此时的安慰可能不足以减轻小雅的痛苦。 于是他轻声问道,小雅,要不要我们一起祷告? 小雅有些犹豫,他从来没有祷告过,不知道该如何开始。 斯蕊柔声鼓励道,没关系,我们一起试试。 随后他在电话这头闭上眼镜,轻声祷告,天父,我们来到你的面前,把小雅的父亲交托在你的手中。 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一致者,无论结果如何,我们都相信你的安排。 求你赐下平安,安慰我们,帮助我们信靠你。 当他们祷告结束时,小雅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。 他感激地说,谢谢你,斯蕊,我从来没想过,祷告能带来这样的平安。 斯蕊在教会的日子越来越久,他也渐渐学会了如何在生活的每个时刻祷告。 他不再仅仅是在遇到困难时才祷告,而是在日常的点滴中都学会与神沟通。 无论是上班途中,学习时刻,还是与朋友聊天的过程中,斯蕊都习惯性地在心里默默祷告,求神赐给他智慧、耐心和爱心。 他逐渐认识到,祷告不仅仅是请求神的帮助,还是一种与神保持亲密关系的方式。 通过祷告,他学会了更好地理解自己,理解神的心意,也学会了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。 有一次,教会里组织了一次关于祷告的学习会,牧师邀请斯蕊分享他的经历。 他站在台上,微笑着看向台下的弟兄姐妹们,心里满是感慨。 刚加入教会的时候,我对祷告充满了疑惑。 他说道,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祷告,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。 但通过牧师的教导和自己的经历,我渐渐明白了祷告的真正意义。 祷告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想要的答案,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依靠神,信任神。 我想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,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,都不要忘记祷告。 因为在祷告中,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。 台下的人静静地听着,许多人点头表示赞同。 斯蕊继续说道,也许你会觉得,祷告没有立即带来改变,但请相信,神在倾听,他在看顾。 祷告的果效并不总是立刻显现,有时候,神的回应需要我们耐心等待。 但只要我们持续祷告,神的恩典和带领一定会临到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斯蕊在祷告的道路上不断成长。 他不再是那个对祷告充满疑惑的年轻女孩,而是一个在祷告中找到力量与安慰的成熟信徒。 他逐渐明白,祷告不仅仅是向神表达需求,更是学会安静下来,聆听神的心意。 通过祷告,他感受到神的同在,也体会到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。 有一次,教会里安排了一次特别的祷告聚会。 那天的主题是为社区中的困境和困难群体祷告。 斯蕊坐在聚会的人群中,听着牧师讲述那些面临生活挑战的人们,无家可归者,失业的父母,病痛中的老人。 他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 牧师邀请大家一同为这些困境中的人带导。 当大家低下头,开始默默祷告时,斯蕊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动。 他意识到,祷告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或他身边的朋友,而是为了那些他可能从未见过,却同样需要神恩典与怜悯的人。 他在心里默默祷告,主啊,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正在经历我无法想象的困难, 但你是全能的神,求你以你的爱和力量触及每一位受苦的人。 那一刻,斯蕊深深体会到,祷告是将自己的心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桥梁。 通过为他人带导,他不仅仅是参与了一次属灵的行动,更是将神的爱传递给那些正在挣扎中的人。 他明白到,祷告是超越自我的,是让我们学会关心和爱护他人的方式。 后来,斯蕊也渐渐参与了教会的祷告服饰团队, 他每周都会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为教会里的祷告请求进行带导。 通过这项服饰,斯蕊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了祷告的力量。 有些人经历了医治,有些人在困境中找到了解决办法, 而有些人虽然外在环境并未改变,却因为祷告,心中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力量。 有一次,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婴儿来到教会,向斯蕊和他的团队请求带导。 他说,他的孩子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不高。 斯蕊握住他的手,温柔地说,让我们一起祷告吧。 神知道你的痛苦,也知道你孩子的情况,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他。 那天晚上,斯蕊和祷告团队的人为这个孩子持续祷告,祈求神的医治与安慰。 几天后,这位母亲再次来到教会,带着笑容告诉斯蕊,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。 医生检查后发现,孩子的情况有所好转。 这个奇迹让斯蕊再次见证了祷告的力量。 他知道,不是每个祷告都会带来如此直接的回应,但神始终在掌管一切。 在那些没有立即看见结果的祷告中,神依然以他的方式工作。 时间流逝,斯蕊在祷告中越来越成熟。 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毫无波澜,仍然会遇到挫折和挑战,但每当他感到压力或焦虑时,他都会回到祷告中,重新获得力量和指引。 他学会了依靠祷告,学会了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。 有一天,斯蕊接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邀请,工作地点需要他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。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,既是机会也是挑战。 他知道这个决定将深刻影响他的未来。 斯蕊心里充满了忐忑,但他并没有急于做出决定。 他选择做一件他已经学会的事情,祷告。 他跪在床前,静静地对神祷告的主啊,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,但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 我担心新的环境,担心自己适应不了。 求你给我智慧,让我明白你的心意,不论我做什么选择,都愿你的旨意成就。 祷告后,斯蕊没有立刻做出决定。 他静静等待神的引导,内心感到平静。 几天后,他收到了一位在新城市教会工作的老朋友的来信。 信中提到,那个城市的教会急需一位热心服侍的人,而斯蕊刚好具备他们所需要的条件。 斯蕊心中豁然开朗,明白这或许是神在带领他迈向新的阶段。 于是,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份工作,搬到了新的城市,并在那里找到了新的教会家庭。 他继续在祷告中成长,也继续为他人祷告。 他的生活不再充满迷茫与不安,因为他知道,无论走到哪里,神的同在都与他同在。 而祷告是他随时与神保持联系的方式。 几年后,斯蕊受邀在教会的年度大会上做分享。 站在讲台上,他望着台下的会众,心中满是感慨。 他从一个对祷告一无所知的新人,成长为一个在祷告中坚定信心的成熟信徒。 这一路走来,他亲身经历了祷告的力量,见证了神如何通过祷告改变他的生命。 他对大家说,祷告不是一种复杂的宗教仪式,也不需要特定的语言和形式。 祷告是我们与神最亲密的对话,是我们把心中的一切交托给神,并在等待中学会信任他的过程。 无论你遇到怎样的处境,都不要忘记祷告。 祷告并不会让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立即消失,但它会改变我们的内心,赋予我们面对挑战的力量。 台下的人都静静地听着,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。 他们感受到了斯瑞祷告生活中的那份真实与力量。 斯瑞微笑着继续说道,在这段旅程中,我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,那就是,祷告不仅是向神表达自己的需要,也是让我们学会安静,等待和聆听神的声音。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中说,你祷告的时候,要进你的内屋,关上门,祷告你在暗中的父,你父在暗中查看,必然报答你。 这句话让我明白,神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表现,而是我们内心的真实交托。 他停顿了一下,目光柔和地扫过全场,然后继续说道,所以,我鼓励每一个人,不管你对祷告有多熟悉,或是像我当初一样,对祷告充满疑惑,都勇敢地开始。 神在等待着与你对话,他随时准备聆听你的心声。 讲完后,斯瑞走下台,心中充满了感恩。 他知道,他的祷告之路还没有结束,他只是刚刚开始。 未来,他将继续在祷告中成长,并引导更多的人进入这份美好的属灵体验。 斯瑞的生命因为祷告而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。 通过祷告,他不仅学会了面对生活的挑战,也学会了在信仰中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力量。 他明白,祷告是一生的功课,而他愿意将这份信仰之路走得更加坚定,更加深入。 这个关于祷告的故事,也向所有读者传递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,无论我们身处何地,经历怎样的风暴,祷告都是我们与神连接的桥梁。 而在这条祷告之路上,我们将永远不再孤单,因为神的同在将伴随我们,直到永远。 感谢您的观看,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免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。 如果你也为我们的故事所感动,欢迎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,把影片分享出去,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上帝。 谢谢观看。